Hello大家,我是Shirley,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经常收到小伙伴们的提问 前端程序员,后端程序员,权战程序员分别都是什么? 找工作到底选前端还是后端呢? 为什么美国很多都是权战程序员呢? 今天的视频就来给大家一一解答哦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视频,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哦 首先,什么是前端开发? 简单来说,前端开发就是开发网页上的内容展示和与用户的交互 这里的内容展示指的是你在网页上能看到的图片,文字,视频,数字等信息 那与用户的交互指的就是用户在页面上通过点击按钮,输入文字等动作 对网站提供数据输入,然后前端对用户的输入进行响应 比如更新页面上的内容,举一个更具体的例子就是 如果你在我的视频下面点个赞 那么页面对你点赞这个动作做出了响应 就是在后台数据库里面把我的点赞量加1 并且在页面上显示视频点赞量加1之后的数量 前端开发用到的基础技术就是HTML、CSS和JavaScript 分别用来控制网页里面的内容、视觉效果和用户交互 下面分别简单介绍一下 HTML并不是一门编程语言 它是一种用来定义结构化数据的标记语言 你在浏览器上看到的网页其实就对应一个HTML文件 这个文件里装的就是HTML的代码 而浏览器的职责之一就是通过你输入的网址 从网站上下载对应的HTML代码 并且把代码渲染成你肉眼看到的样子 那么前端工程师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编写HTML代码 或者使用一些技术来为页面动态的生成HTML代码 任何一个网页你都可以通过浏览器的开发者工具 看到它对应的HTML代码 如果你仔细查看一段HTML代码 你会发现它其实就是有一堆各种类型的监控号标签 组合嵌套而成的 拿我的做什么CS项目有助于找工作这期视频来举例 这期视频在YouTube的页面上 视频的标题对应于代码里面一个Title类型的标签 那视频的播放器就对应于一个Video类型的标签 我的头像图片对应于一个嵌套在超链接标签里的Image标签 而评论里的文字又对应于一个YTFormatStream类型的标签 这里的YT应该指代的是YouTube 那么这个标签应该就是YouTube自定义的标签 然后CSS的代码则是用来指定每个HTML的标签 以什么样的外观和风格来展示 比如长宽 位置 颜色 居中还是分散 字体 显示属性等等 CSS的代码也是被浏览器读入 并且渲染成你肉眼所看到的效果 有时候PM会想把页面里面一个按钮的大小和颜色进行微调 而这个微调就是由前端工程师去改动这个按钮对应的CSS代码来实现的 前端开发中真正编程的部分是JavaScript 网页如何与用户交互 如何与后端交互 都是通过JavaScript的代码实现的 就像HTML代码和CSS代码是被浏览器执行一样 页面里面的JavaScript代码也是交给浏览器来执行 这里插一句JavaScript与Java并没有什么关系 两者之间的特性差得很远 这就好比是印度跟印度尼西亚差得很远 熊猫跟小熊猫差得很远 雷锋和雷锋塔差得很远 说回正题 大家在写程序的时候 不管用什么语言 通常都不会重复的造轮子 而是会调用该语言现成的library 来实现一些常见的功能 让开发过程更加高效 对于前端JavaScript的开发 React是目前比较流行的library 也是我在工作中 做前端的时候会用到的 React这个library 不仅可以用来实现与用户的交互逻辑和世界响应 事实上 页面上几乎全部的HTML代码 都可以通过React来生成 这种在浏览器端生成HTML代码 进行渲染的方式 叫做Client-Side Rendering 与之相反的就是Server-Side Rendering 也就是页面完整的HTML代码 是全部由网站的前端服务器生成好了之后 再发给浏览器的 这里提到了前端服务器 就顺便说一下 前端服务器的逻辑 可以通过任何编程语言来实现 比如Java JavaScript Python PHP 甚至是Skin 只要服务器的行为 遵守HTTP的协议就可以了 Client-Side Rendering和Server-Side Rendering 两种方式各有优缺点 因此前端工程师在开发网页的时候 需要结合实际情况 选择最合适的页面渲染方式 除了React 另外一种比较流行的JavaScript Library 就是View 在国内用的比较多 如果你去查看B站的HTML代码 你会发现B站的前端也用到了View 以上介绍的这些 就是前端开发的一些常规技术 HTML 浏览器和前端服务器的工作原理 一般会在学校里面的 Computer Networking课里面介绍 CSS JavaScript和React 就主要靠自学了 我在《分享CS学习资源》这一期视频里面 也介绍了一些JavaScript和React的学习课程 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哦 讲完了前端 现在来讲讲后端 什么是后端开发呢 相当一部分的后端开发工作 就是开发数据访问服务 使得前端可以通过调用后端的服务 来对数据进行增删查改 也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Cloud 从而实现前端对用户的请求响应 比如你在一个大型网站注册的时候 这个网站的前端就会调用它的后端 把你的用户信息写入数据库 一个后端服务其实不局限于只被前端调用 它还可以被Mobile App调用 还可以被其他的后端服务调用 类比一下 前端往往需要通过调用后端服务 来完成对用户的请求响应 而后端服务往往需要通过查询数据库 来完成对前端请求的响应 从这个类比你可以看出前端和后端的共性 都是通过调用一个比自己靠后的服务 来对前方客户的请求进行响应 后端工程师的工作范畴很广 几个比较常见的就是 设计后端服务的API 设计后端服务的架构图 设计后端服务的数据库 写代码实现后端服务的业务逻辑 同时你还需要保证你设计的后端服务 highly available 也就是访问量很大的时候仍然不当机 并且对客户请求的响应时间很短 或者说吞吐量高 单位时间内能处理的请求数量多 如果要从头搭建一个新的后端服务 那么整个过程需要进行大量的系统设计 也就是后端工程师面试的时候会考到的System Design 做System Design非常考察平时知识的积累 我在分享CS学习资源这个视频里面 也介绍了一些系统设计的学习资源 感兴趣的可以看一下哦 那么后端工程师平时一般需要 与哪些技术和工具打交道呢 首先就是后端服务器了 和前端服务器一样 后端服务器也可以由几乎任何一种编程语言实现 只要能把正确的数据返回给调用者就可以了 主流的编程语言也有各自流行的Web Framework 也就是现成的轮子 来帮助大家站在框架的肩膀上 快速的实现一个后端服务 比如基于Java的Web Framework 有Spring Boot和Job Wizard 基于JavaScript有Express 基于Python的有Flask 这几个Web Framework每一个都有大厂在使用 不同的公司具体选择哪种框架 一定程度上是看创始的程序员们最喜欢哪种语言 哪种框架用的最溜 还有一些后端服务的框架 可以支持你用多种编程语言来开发 而不是绑在一门特定的语言上 比如GRPC这个远程调用框架 支持你用Java Python C++ Go 等各种语言来开发 说了这么多的语言和框架 如果你想去某个公司做后端开发 一定需要对他们使用的语言和框架很熟练吗 一般来讲不会 我找工作的时候看到岗位描述里面 有我不会的语言和框架也无所谓 照样头 对公司来说你会其中一部分就够了 很多东西都是在工作里面学的 而且事实上 两周内上手一门新的编程语言 是一名职业程序员的基本素养 除了开发和维护后端服务器 后端工程师还会花大量的时间在数据库上 不管是为你的后端服务创建数据库 还是为数据库的性能调优 或者是分析里面的数据 目前最常用到的数据库是关系型数据库 比如在工业界被广泛使用的MySQL和PostgreSQL 如何设计一个关系型数据库 如何使用SQL query来访问数据 以及如何依靠index来为数据查询加速 这些知识点在学校的数据库课程里面也会介绍的 然而学校数据库课程里面介绍的比较少 但是近年来用的又越来越多的 是非关系型的数据库 也就是大家常说的NoSQL数据库 比如基于JSON文档的MongoDB 比如基于LSMTree的LevelDB 这些数据库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 可能会比关系型数据库更适合你的业务需求 大家一般也是在工作中去学习它的原理和特性 数据库往往是一个后端系统里面的性能瓶颈 也就是最慢的一环 因此后端工程师在进行系统设计的时候 会用很多办法来使得后端的性能 比如响应的时间尽量的少被数据库拖后腿 比如使用Memcache这种缓存系统 来加速读取数据的速度 比如用Kafka把数据写入一部化 提升后端写数据的性能 后端开发就大致介绍到这里 后端开发里的其他重要环节 比如性能监视 比如DevOps 这里就略过不讲了 下面来讲讲全站 全站就是全干 要能够自己构建和部署一个完整的可以工作的webapp 能够独立编写前端后端代码 能够配置服务器 还能够设计数据库 我参加工作以来前端和后端都做 大概80%时间都是在做后端 对于要在美国找程序员工作的你 不管是申请哪种岗位 面试的时候都会考算法 所以是都要刷题的 如何高校刷题准备算法面试 我在分享CS学习资源这个视频里面有详细的介绍 那么选哪个比较好呢 有很多小伙伴问我 前端和后端哪个的发展前景好 转专业 选哪个比较容易入行 或者女孩子适合做哪个 首先我是开了频道之后 才从观众小伙伴的留言那里了解到 国内是分的比较细的 基本上是前后端分开 我毕业找工作的时候 也投过几个前端和后端的岗位 但是我看到的岗位大多数还是全站 所以我没有思考过选前端还是后端 恐怕不能很好的给大家建议 其次参加工作了以后 前端后端都做 也没有觉得哪个更容易或者是哪个更好 区别旨在于使用的技术和考虑的方面不同 前端主要考虑用户体验 后端主要考虑底层业务逻辑 平台稳定和性能 最主要是看你喜欢做什么 你是喜欢做用户看得见的部分 还是去考虑用户看不见的部分呢 很多人觉得女生审美好适合做前端 可是公司里面有统一的界面规格 做什么都直接调用library里面现成的component 按钮字体边框找啥样 内容排序都不是我决定 是PM和UI设计师决定 我的审美也肯定没有设计师专业 最后即使你选择了某一个方向 你在工作中也会实际了解到其他是做什么的 自己喜欢什么想做什么 如果你想转前端或者是后端 可以看看组里公司里有没有机会 也可以自学寻找其他的机会 你之前的工作经验不会白费 公司也总是喜欢技能比较多的员工嘛 最后为什么美国全站的岗位多 美国这边的职位也是有分前后端的 要看公司具体的设置 全站程序员岗位比较多 可能是因为技术比较全面 花一份工资请会两个岗位技术的人 对于求职者来讲 在美国做全站程序员朝九晚五 应届毕业生的工资 哪怕不是在湾区 也是十万美元起步 有几年工作经验的会高得更多 所以大家基本上都冲着全站程序员去了 工作后再根据个人兴趣和擅长的领域 慢慢发展成主前端 主后端 全站或者是管理 给大家看一下 Stack Overflow 2019年的开发者报告 世界各地一共9万开发者填写了问卷 Stack Overflow是程序员们用的最多的一个技术答疑平台 这个平台上全是英文嘛 所以填写问卷的分布 就是北美欧洲和印度比较多 在岗位分类这里 全站程序员占了51.9% 下面细分了前后端移动端DevOps这些岗位 报告的文字里面还有说 美国劳工统计局估算 Software Developer Workforce中 女性占20% 然后我们来看这些瓦龙们 都是几岁写的第一行代码 最多的区间是14到15岁 还有挺多人11、12岁就开始写代码了 真的啊 然后转专业的小伙伴们 想给你们看看 CS本专业的才62.4% 有没有感觉很多人都和你们一样 挣扎过努力过最后熬过来了 加油哦 接下来可以看到大部分人的工作 还是朝九晚五的 一周五天 每天八小时 一周四十多个小时 最后还可以了解下 各种岗位的薪资水平 好啦 大家看到这里 是更喜欢前端后端还是全站呢 欢迎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 与我一起讨论哦 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 别忘了点赞评论加关注 YouTube的朋友们可以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 获取我的更新哦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 Thanks everyone for watching See you next time